第十屆世界醫療保健大會 日前在美國馬里蘭州國家海港舉行 1600位與會者包括醫藥企業 醫療保險、醫療和學術機構代表 以及政府官員 中國的醫療保健狀況 近年來被曝光的中國嬰兒毒奶粉事件 以及H7N9病毒在中國蔓延的情形 受到全球衛生專家的高度重視 中國大陸湖北省襄陽市 今天凌晨6時 凡城區一間酒店發生火災 目前飲釀層無死 數十人受傷 傷者正在當地四家醫院接受救治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 福州台江區國貨路福州大協城 經營超過20年 近日業主要求收回店面改做他用 引起商戶不滿 上籤檢查與安保人員 對商戶強行搬遷 在衝突中多名商戶受傷 中國大陸與日本在東海海域對峙 未見何緩 據日本媒體報導 為了因應靠近日本領空的中共軍機 2012年自衛隊軍機的緊急升空 已經超過250架次 新唐雅鐵電視整理報導 新唐雅鐵電視 共同僅